欢迎打开罗比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大象席爹的作 这四个小时的电影揭露了我们每天在逃避的事情 由大陆青年导演胡波指导编剧 彭玉畅、张宇、王玉文、王超北主演 在去年的金马奖上面拿到了最佳剧情片、最佳改编剧本、观众票权、最佳影片 也得到了68届柏林音展的影评人费比锡奖 还有香港国际电影节的观众票选奖 剧本改编是胡波自己写的小说大猎其中的一篇短篇大象席爹而作 看大象席爹而作可以从文学 也就是说从小说改编成电影的形式去看 也可以从电影的画面它呈现出来的氛围还有影像的风格去看 也可以从哲学去看里面人物的台词还有行动 更可以从社会去看这部电影要控诉的对象 剧情叙述在中国北方一个永远都灰蒙蒙的城镇里 四个主角 尾布、黄霖、于晨、老金 他们的人生在这一天里面交错着 苦慢愤怒、阴暗破烂 他们对自己感到没有价值 无论是今天或者是明天的自己 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我们完全不能用自以为是的正面价值去评断他们 他们的遭遇其实也不是重点 这不是一个通俗的人理道德剧 我们要看见的是他们没有希望的内心 那个荒凉、落魄、没有办法安放的自我 让这四个人纷纷游了去满洲里看那一头席地而坐的大象的动机 有趣的是原著小说中的背景其实是在台北 而要去看大象的地方是在花莲 电影将发生的地点改成了石家庄 而主角四个人则是要去远在天边的呼伦贝尔满洲里看大象 将这个故事中的种种寓意 藉由电影的画面、人物的情感 还有他们的台词变得非常的明显强烈 湖泊作为一个第一次拍电影长片的导演 他的调度很好看 虽然有很多粗糙的地方 但是有他很独特的风格 整部电影很草莽也很有人味 大量的跟拍镜头 让我们跟随着四个主角 像是行尸走漏一样的走在路上 我们仿佛一起感受到电影里面那股 没有半点哀伤的人生悲剧 我喜欢电影里面那冷掉的节奏 镜头缓缓的移动着 好像日子就是那么一天一天徒劳无功的过着 等待着果陀先生 电影里面有个年轻人很突然的说了一句 世界是个荒原我很感动 这句话马上让人联想到英国诗人 T.S. Eritter 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最重要的作品 荒原 讲述着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西方社会文明的危机 还有价值观的失落 这正像是大象席地而做 也反映了我们这一代人 对这个世界的幻灭还有绝望 尤其是贴近我们东方的现代人 而相比起来除了自我价值的崩坏 我们更注重的家庭价值 更是在这部电影当中是荡然无存 整个遭到破坏还有瓦解 四个主角的家庭都有各自的辛苦 也都有各自的无能为力 家庭和个人之间好像都是一个对立对冲的状态 好像每个最亲的人都是最恨自己的人 于是他们既得不到家庭的温暖 也无法独立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甚至无法为自己的行为做解释 那其他的人是怎么生存下来的呢? 大家不是都活得好好的吗? 电影里面也做了很多的叙述在于其他的角色身上 有的人欺骗自己假装活在网络世界中的那个假象 也有的人出卖自己靠着做自己不迟的事情在生活着 而更精彩的是那个学校老师讲的故事 他在说他小的时候看着一个受到霸凌的同学在河边杀了一只猫的故事 他自己在旁边看他什么事情也没有做 但他觉得非常的爽快 许多的人就像他这样把自己当成是一个旁观者 好像自己不属于这个世界跟其他的人也没有关系 而这当中的诀窍就是旁观者过得比你还要差的人 你只要知道有人过得比你惨多了 好像自己就没有过得那么糟了 剧中的死亡都来得突然又意外 我到最后的高潮戏才发现 怎么面对死亡似乎才是真正的命题还有疑问 于是最后的结局对我来说是有另外一种看法 可能跟难度人不一样 大象真的存在吗? 面对幻灭最好的方法是去找另外一个幻想吗? 这部电影的演员也蛮精彩的 每个角色都会有一段戏突然很打动 特别亮眼的当然是有提名金马奖最佳男主角的彭玉畅 还有靠着我不是药神在去年获得相当大知名度的章语 大量的一镜到底还有那些特别文艺腔的台词要消化 这部电影在演员身上的难度真的是蛮高的 但是对于这部电影里面不太口语的台词 我个人觉得导演是蛮自觉的有去处理这件事情 一开始不太习惯 但后来也觉得他有他的一种表现方式在 大象席第二作对我来说是一部具有流动感的酷刑电影 要我们清醒 要我们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残酷无情 还有荒凉 这会是一部很经典的电影 它故事很清晰 四个小时下来不会让你觉得太无聊 虽然说节奏相当的缓慢沉闷 当然它不是一部那种娱乐性质的电影 比较适合想要去看看这个世界 多看一些多想一些的观众去欣赏 特别推荐给想要以一部电影票的钱 进电影院两部电影的时间计较CP值的你 大象席第二作这部电影我给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按赞还有把它分享出去 还有找找你的订阅钮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时间知道我上台的消息 别忘了在订阅之后再按下那个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或的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这是罗鱼频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电影 我们下支影片见了 拜拜